中共肺炎病毒让2020年紧急重创 外营扎打发布展望 预估在今年激起较低 疫苗开发刺激下 明年经济出现强劲反弹 2021年全球GDP成长率将达到4.8% 以现在对疫苗的这样一个期待来讲的话 那对于明年的一个景气 肯定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明年我们觉得基本上全球的经济增长 应该可以回到4%甚至于更高的这样一个水平 不过疫情对实体经济影响伤害 难以完全弥补 全球经济复苏之路恐怕要花上好几年 预估GDP重回2019年水准 要等到2022年 此外美国大选结果未定都是变数 可能要等到明年1月20号之后 那一个新的团队确立之后 那美国的整个的一个 就经济跟疫情的控制的部分来讲的话 才可能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现在还可能有点言之过早 我们还是要后续再做一个观察 外银分析 明年台湾持续受贿资金回流 原物料价格反弹 有利于台湾纺织 塑胶等非科技业出口 预估台湾2021年GDP成长3.3% 但相比主机总处预估3.83% 外银明显比较保守 主要隐忧 来自科技业占台湾出口60% GDP占比29% 有过度集中的现象 观察半导体设备进口出现下滑 科技产品极单效应 明年可能转弱 台湾最突出的一个表现来讲的话 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半导体 跟自通讯产业这个部分 所以在一个机器非常高的一个前提下 能不能持续一个更高的一个增长 这样一个部分可能会是 明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金融业预估 明年景气虽然比今年要好 但疫情隐忧 短时间不会消退 预测全球央行维持货币宽松政策 整体来看美中贸易持续紧张 全球供应链分散布局趋势 还会持续 新唐人亚台电视胡宗汉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